公司系统大当机 你正在度假 你该选择工作还是家人 刚刚问你的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答案 过去的38年 我在航空资讯业服务 我曾经带领过系统规划 还有资讯服务的部门 现在想和你分享我的看法 记得我在担任 华航资讯主管的时候 我曾经招募过一位年轻的工程师 那一年多以后 这位工程师带着太太 飞到维也纳去度蜜月 那正巧那个时候 我们维也纳办公室的电脑 整个crash了 系统也都down掉了 所以他二话不说 就请太太留在旅馆 他就资深 就火速赶到我们的 回南办公室 而且熬夜 熬夜去处理 那第二天早上 所有的电脑系统 都修复了 十年以后 这位工程师成为我们资讯单位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部门经理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有位资深工程师 有一年带着家人去日本度假 那正好那年碰到我们的机室罢工 他接到通知必须赶回来处理这个资讯事宜 所以他也是很快就搭下一班的班机 就赶回我们总公司去处理了 那我们姑且不论 那个巴工事件是资方有利 还是劳方有利 不过我们站在乘客角度 立场去看的话 如果说那个时候 连资讯部门也在闹空城记的话 那所谓的飞航安全 是不会跟着出大问题的 当我们公司 它的营运 跟那个顾客的生命安全 有相关联性的时候 那我们身为这个公司系统的一个 负责的掌门人的一个资讯工程师 他择乎旁贷 必须24小时365天 全天后10天拜 所以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头 一若想做到工作和家庭 把它完全平衡 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几乎是做不到的 我个人认为 工作和家庭 两者的关系 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动态的 也就是dynamic的方式去调整 当然我认为这一切 还是要回归到 你自己的初衷和选择 所以不论你做任何的选择 活在那个当下 那个moment 你能够很专心的 很开心的投入 那就是成功 就是圆满 OK 今天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各位如果有想继续讨论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我在运营市职业诊所 拜拜 104人类银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